講過十二號是國際學理事者 當主席便宜三位學理事在臨場就和黨中發言 人工鑑門的環節 希望環了這百下兩本席 提出的變態順路 甚至是容易作成環節配付開用 所以有三位學理事發揮創意 用花50塊的成本來改良很有的變態 健康是加長型的變態 也讓人工鑑門的環節順利用得 加長型衛生棉 很多人有聽過 人工有聽過 加長型變態 這對於人工鑑門的環節來說 變態順利是要帶在辛苦的東西 大便就是會不自主的排出 量太多就整個暴露 衣服啊床單都要整個換 而且再加上要換這些還好 換變態也是要整個變態整組換 變態的價錢 有時候在病人家屬來講 變態也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因為那個大便本身是一個 鹼性的東西 它會讓皮膚會有靜潤性的皮膚炎產生 其實病人是非常的痛 為幫助環節解割 變態、滲漏爆破的問題 三位學理事先出加長型變態的觀念 經過學生討論 想到這種原有變態 接上尿套 就能做成加長型變態 但要找出對一種瓶蓋來喊接 就是關鍵 首先就是先從資源回收桶開始找 資源回收桶就找了很多的種類 不怕縱亂還不夠 要製作出加長型變態 還會不怕痛 平蓋你要割到整齊 然後不會去創 不會去刺傷病 這個倒是真的是需要一點點的 就是真的要多割 它在割的過程當中 其實它有可能會 不是刺穿了 然後就是會刺到熟 什麼的常常都流血 發育創意到各邊的問題之後 三位保理師更換 人工肛門患者模型 將自己讓你的經驗 突然下去 以前沒有這個的話 是我們跟著學姐旁邊去看這樣子 然後腳下一次操作又忘記的話 可能還要再叫學姐再來 這個的話就是你可以先練習 然後練習到熟練之後 再去病人那邊再黏的話 會比較OK一點 沒有很長貼 然後會陌生 你可能在做的時候會很慢 然後你還要去想說 你下一個步驟是什麼 然後會緊張是因為 病人通常自己在家 他們都學會貼 用鎮壓照顧患者 並對患者和家修說不出事的擔憂 這點讓理師用愛人聽 請求這種部品 便利患者生活 讓醫美關係更加好 這次看得到 給大家聽采訪報道